何生是河東家族後人,曾經壟斷澳門賭業,成為澳門首富 由林永恩報導他的生平 我們賭場等於印銀紙一樣,每天印銀紙無法知窮 出號賭王,講政治,講七一遊行,他都離不開賭 我開過盆口說五萬人,當然是成年人 你現在鼓勵,一拖十,連寶寶都補出來 如果你有五十萬人才能,就真的影響 但今天發夢夢了,最多是十萬左右 何鴻生是河東家族後人,河東弟弟何福的孫 他1921年在香港出生,香港淪陷之後去了澳門發展 1962年開賭場,1964年開辦港澳水益船服務 1969年在第一間普京賭場,成為澳門的地標 1972年就創建順德船務 這位澳門首富擁有十幾間賭場,養起澳門三成人口 上繳的賭稅佔澳門政府收入一半,有人叫他澳門王 直至2003年,澳門開放賭權,先結束何鴻生壟斷的局面 正所謂有飯大家吃,要不要惡鬥 有些說到淘汰,老實實 我這人最有經驗是我,四十幾年 沒想過那句淘汰,誰有本事淘汰我 80年代初,中英開始談香港前途問題 何鴻生就開始唱好香港、澳門 股市繼續,我看到二萬五千點 二萬五嗎?二萬五,看見二萬五 你沒辦法,錢也沒幾百 肯定把你們推來香港 一路見到二萬三、二萬四,我又很有信心 我一路說過年,起碼上回三位 何鴻生熱心參政,做過澳門基本法草委 全國政協常委,還很喜歡評論特首 由董建華腳痛下台 董先生那七年,我都是做會長 我已經一路都說,喂,特首,這首八萬五不通 逼得我說了七年大話 每年都說快就好了,大家放心,一定可以 只是掩著心說 做特首,一定做 董建華辭職前半個月,已經貼中誰做 你說支持,真暗淨步步高升,是否支持 當然做多兩任特首 做多兩任特首? 你支持他出來選特首嗎? 你是不是支持他出來選特首? 當然 何鴻生曾經向國家鑽贈圓明院的馬首同將 先後獲香港和澳門政府,頒授金紙巾聲張 和大蓮花榮譽勳章 老當逼中的何鴻生還能歌羨舞 I am何鴻生,ADG What is DG? DG is Doctor of Gamboology 2008年,還以86歲的高齡參加火具接力跑 選一個這麼短的路程給我,已經太客氣了 再十倍這麼長,我都沒問題 不過2009年,他跌倒頭入院,四個月沒有公開露面 到澳門回歸十周年,坐輪椅過澳門出席典禮 還和當時的國家主席胡錦濤見面 最多人談論的還有他的風流史 何鴻生有四個老婆 第一任太太黎婉華是葡萄牙人 有澳門街第一美人的美譽 第二任是中國太太南琴英 後來還有三姨太陳婉珍 和晚年出雙入對的四姨太梁安琦 四房人總共有16個子女 四房人搶家產,已經89歲的何鴻生再倒入號 入品法院告二、三房搶他的資產 之後拍下多條片,一時在三房家說不追究 一時又在四房身邊說另一個版本 前後矛盾的文件簽完一份又一份 前後矛盾的文件簽完一份又一份 陶陶奶奶三個月之後 四房人簽和解協議 分家產的風波,按何鴻生的意願解決 贏的仍然是他,一代賭王何鴻生 有先電視記者,臨門音報導 以及四房子的風波,按燈指導 及到二次町乳酒 在四處發生,和到五次劍